他就是东北第一嘴强王者花式吐槽女儿做饭爆红拳王 年过七寻却年入百万 人老心不老的他究竟有什么魅力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东北第一嘴强王者老韩头 就是视频中的这个花家老人 平凡的长相却有着不平凡的嘴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那不靠谱的女儿 因为老伴早年离世 只留下老韩头一个人孤苦伶仃 女儿看不下去就把他接到了自己家住 而这也是老韩头痛苦的开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只因为他有一个养猪专业户的女儿 又因为女儿曾经的高端职业 不会做饭顺理成章的 不然那就不是给人吃的了 在老韩头刚到家的时候 他女儿甚至还不会做饭 然后每天就是酱油面 我这咱不整汤吗 有汤我给你做汤有汤 有汁有味 咱也没做 这个是什么 这不酱油汤吗 这人要是没有味觉干得多好 经过多次酱油面的熏陶下 让老韩头嘴门打开 来宣泄自己的不满 都问我是人生算黑的 就是这么黑 跟我多少年了 皮我都哭 造的黑了八却 婚前上下造的美好地方 三个人 七巡老头 吐槽女儿做饭 成百万富翁 老韩头经过女儿 每天酱油面的悉心培养 养成了嘴碎王者的称靠 也就在孙女偶然一次拍视频中意外出镜 收获了十几万的点赞 就此以后 孙女就开始记录老爷的日常生活 首当其中的就是吃饭问题 看着老爷每天都是酱油面 让孙女也是十分心疼 就用自己生酥的厨艺炒了个土豆 然后就发生了惊人的一幕 这一顿早饭 我算悟出来了 这些年我让你妈给我呼 咱们小的生活 天天走 再不就面条 疙瘩汤 而且还说啥 老爷子 你这几年多亏待我这儿了 你就喂食不好了 我心心态 你这顿早餐我吃的 你看看 我不就炒个土豆丝和 这个是啥呀 这啥多丰盛啊 吃得我根儿干啥的烂蹦 看着感动得快要落泪的老爷 仅仅吃一顿炒土豆 就感动成这样 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心 然后就一直希望老爷吃一顿大餐 看看老爷什么反应 就在孙女和女儿的强烈要求下 终于给老爷安排了一顿大餐 爸 吃饭了 咋了 你睡懵了 你什么懵 对啊 我大饼干嘛呀 我前走了不睡 这是真正啊 哎呦 太厉害了 真不是做梦 鲜味吃出来的 买睡醒的药都吃着海鲜的 这是啥 鱿鱼啊 爱情最害怕啥 不知道啊 爱情最怕犹豫 看着开心到爆炸的老寒头 却丝毫改变不了女儿的任何想法 东北苏大祥被女儿制服 自从孙女给老爷开了婚姓之后 老寒头便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估计一直想出去吃饭 还说要从71变成17 可是她的女儿可不管她毛病 说还是要过踏踏实实的日子 然而她所说的踏实日子 却让网友不能淡定了 看着女儿买来的羊蝎子 真的让老寒头气不打仪处来 这是啥你给我买的 这是过年了买的羊排羊蝎子 哎呀你快让她歇下了 这一点肉都没有 骨头都反光 是不是给我磨牙用的呀 你说咱们这是干啥呢 玩游戏吗 大家一起来找肉吧 这可能也是个品牌 狗献球牌大骨头 上市了 上市了 正式上市啊 比冬天的小说话都赶紧 连叶都没有 这可不得好 一点肉都没有 过年了就买点好肉吧 这玩意儿 你给我瞅着 伸得了我害怕 网友也是笑得不能行 本以为这样一次就会结束 可谁能想到 这就是女儿口中的踏实日子 就在第二天 她又来了 哇 面包蟹正好了 哎呀好 哎呀好 谢谢你啊 这老婆饼里没老婆 这面包蟹里还真有面包 老乡吃的不一样了 这不是你找三门 再拼一拼一拼一拼的吧 人家我这是陆地面包蟹 这螃蟹绝对不能下海 下海不就喂鱼了吗 爸你快点尝 人家大腿 把这可肥了 你不最爱吃大腿 你这是面包的简直吧 我说这个家的老子 我不是傻子 人家面包蟹都是黄 你看这不是黄吗 胶黄胶黄 你跟鸡商量了 还是跟螃蟹研究了 你又不说面包蟹 看着老韩头口吐芬芳 真的让无数网友笑不活了 真的就没有见过老韩头 说冲过一句话 简直是拒举扎心 同时也让网友 无比心疼老头子 看着女儿在面前赶紧别着话 可这却苦了天猫精灵 看着被无数次问候的天猫精灵 网友都开始心疼了 甚至还有网友说 天猫精灵说 我给你钱 你买个小杜吧 别再来祸害我了 看着孙女分享的老韩头生活 收获了300多万粉丝 同时也带来了不菲的收益 看着可爱碎嘴的老韩头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别忘了点赞评论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